其實關於晚期照顧都討論了很久 所以在關於法例上我也是支持的 至於細節,譬如預設醫療指示 日後如何實行,我想留在法案委員會討論 反而我想說,政府接下來如何協助一些 提供晚期治療或晚期服務的一些單位和機構 因為除了院社或家,其實現在還有一些NGO 譬如善寧會,他們也有善寧之家 其實我也特意去看過 但其實他們也有醫生、有護士 也有臨終之前一些其他的,譬如後事的安排 其實都會做得很好 如果做得好,其實某程度上是減低了 醫管局在醫院裡面的壓力 因為有某些病人是不需要留在醫院 而去到晚期服務的單位那裡 但現在正正這些晚期服務的支援和發展 他們很有限,他們靠捐錢 例如是蔡馬會給他們做的善寧之家 政府的支援相對是比較低 所以我也是想說,除了法例上的支持 令到病人好走之外 就是針對晚期照顧的工作的跟進和支援 以後政府可否再規劃 或者怎樣支援多些 令到對醫院都有幫助,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提中我看到剛才的局長也特別 我也感謝你在文件裡面 也有說到,除了這個法例之外 你特別說,接下來也會注重生死教育的議題 其實另一個比較敏感的生死教育議題 也是早前在法庭上也有一個個案 其實法官也是叫我們要討論的 其實就是那個不能逆轉的絕望疾病的時候 應該怎樣處理 其實就是暗示,這個就是安樂死 所以看看會不會除了這個 晚期照顧這個預設指示之外 其實我不是說現在要立法去做這件事 而是可以聽聽家人、家屬 甚至病人有能力的時候聽聽他們的意見 因為你們的文件裡面也有特別提到 將來會的生死教育 這個題目我覺得是敏感的 但是也可以是值得大家去討論 在這個時間,謝謝 其實說到跟醫社的合作 剛剛現在是很零碎 在當這個晚程的服務胎限的時候 理論上醫社應該多些合作 我們也會透過醫管局多些 比如你剛才說過一些不同的機構 會不會有一些固定性的協調作用 和一些服務的方面 我們會再去研究 至於安樂死這個議題 其實我相信陳議員也很清楚 其實跟預設醫療指示是完全兩件事 我們之前也覺得社會沒有這個討論 沒有討論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去說說立法的時候 而可否透過生死教育 來入這方面的討論呢 我們也會開放的 其實如果在這方面有足夠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看下一步 究竟可以怎樣走 我想看發展支援的晚期 就是給多些支援這些機構 因為現在這些機構 大部分都是在做一個 自負盈規的方法去做 而他們真的很幫助末期的病人 出發展支援的高法 就是在小棟裡 感谢观看